感谢主 哥哥我跟我先说 阿茂 我以前叫他阿茂哥 因为他第一次骗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就说 你叫我哥哥就可以了 你妈妈说不可以跟男孩子出去吃饭 那我当你哥哥好了 我一天当哥哥可以啊 然后就大一下学习 刚开学就开始跟他吃饭 然后他第一次吃晚饭就一直来带我吃饭 我叫他哥哥叫了一年半 然后他叫我妹妹 然后我们结婚后 我什么事情我都不行了 我就说阿茂拜托你 我跟他就说拜托你帮我讲这一堂啊 他说不行啊 因为他圣经很熟 我们以前我们正大团契 他当主席的时候人最多 然后我们那前后届 出来当传道人的非常多 那我们毕业以后 我比他小一届 我们毕业以后 我们前后几届的 我们就自己凑钱 买了两个房子 那个房子大小 一栋的大小大概就是这个教会这么大 然后还有地下室 就买两幅 相拼的 拼在一起 中间还有一个楼梯 然后给我们现在的学弟学妹 一直用 用了已经几十年了 那全台湾省只有我们正大团契有自己的房子 所以他们实在很有福分 那也只有我老公 他能做出这么奇怪的事情 我真的很感谢主 今天刚刚我们长老讲了很多的信息 我很感动 突然间神的一句话进入我的里面 就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我要忽然进入我的殿 忽然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 在座的每一位 连我自己 神他应许 他要忽然 你想不到的时候 他就来了 我三十岁 三十一二岁的时候 病得医治那一天 早上起来 我已经病了很多天了 我跟祖祷告 我说 我现在一块破斩布 怎么用啊 我儿子两岁 女儿五岁 我先生忙失业 忙成那个样子 午餐晚餐 都我要帮他准备的 都要在办公室吃的 我说现在怎么办 我已经病得这个样子 你能不能医我 到那一天晚上 我就经历了这个 而且我的祷告 很特别 我跟他说 我要替我小孩买书包 我要替我小孩买铅笔盒 我讲很多 我要替他们 我要送他们上学 还要去接他们放学 然后他们以后要结婚 要娶媳妇 然后我还要带我的孙子 我现在 你不能够让我生病啊 我的祷告就这么简单 那一天早上 那一天晚上 我就经历他的 这么奇妙的显现 那个显现 就忽然的 忽然来的 我也不知道 晚上我会经历 那经历到的时候 我知道十字架 主耶稣跟我们立的约 是用他的血 给我们立的 那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约 每一个人若是有信 信在他的里面 他要忽然的临到 他必垂听 我们每一个祷告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是摩西跟神面对面 因为呢 我比较不会读书嘛 所以呢 我先生很会读书 他圣经很熟啊 他现在是沙哑啦 所以变成我要讲 我读人物 我喜欢摩西 亚伯拉罕 以撒亚 各约瑟 我喜欢很多 那些人物 然后呢 我喜欢彼得 因为我很像彼得啊 然后 我脾气很暴躁哦 不要看我这么温和 但是神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然后我常常跟我亲自说 你是耶汉啊 你是耶汉 神爱你 然后 你爱神 我是彼得 主耶稣还要问我 你到底爱不爱我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个性都不一样 但是他要进入 突然间 忽然间 他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 就像摩西 当以色列人 他们开始哀求 他们已经 经过约瑟 一直到摩西的时候 已经四百年了 神应许 亚伯拉罕的时间也到了 要带他们 进入迦然地的时间 也到了 那 那些百姓刚好 怎么那么刚好 他们就开始哭号了 你们会不会很会哭号 我很会哭号哦 没有的像我这么会哭号 你问我先就知道 我一点点小毛病 我就一直叫一直叫 然后一直祷告 祷告到上帝做工 他不做工就不行就对了 不然我找医生 我一定要找到 找到那一个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样 有什么样 假如说 我这样的身体 到现在 我们两个才刚好 差不多检查完身体 差不多都检查完 我们两个没有什么病啊 我脚趾头要开刀 那是因为我自己太调皮 踢到灯啊 踢到那个矮灯 太调皮 一直要照 那没有办法 小毛病 你没有办法相信说 一个三十几岁 眼看就要 pass away的人 眼看生命就要消失的人 突然间 忽然间神进来 哇那个我的哀嚎 很大声 所以呢神听见了 以色列人 也很会哀嚎 他们一进到 进到迦兰地 他们的哀嚎也很大 哀嚎到最后 上帝说要把他们 全部择掉了 对不对 但是那时的哀嚎 神自己的时间也到了 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 他非常的守约 诗词爱 他不能欠你的了 我们可以欠他 但是他绝不亏欠 他立约的人 所以那个哀嚎呢 达到他的面前 我们在摩西 在除埃及记 第三章那里 我念了很久 神 他说他下来 他听见了 他下来 他介入了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利 每一个人 不要小看自己 我从小 很小看自己 因为生病 生病一、二年级的时候 一年级都没念 二年级都零分 所以看自己 好像很不什么样 那读书都是一路追赶 一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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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神下来 当他介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然后他 他要挑 他选上了摩西 为什么他选上摩西 因为他看到了摩西 父亲的信心 还有他母亲 还有他姐姐的信心 他要选人 他选一个器皿 他不是为了这个器皿 他是为了他的荣耀 为了他自己 讲的 为了他 必须彰显 他是守约 诗词爱 他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呢 他要一个器皿 跟他配合 然后这个器皿身边 也要带一群人 他向摩西显现 第一次显现的时候 摩西非常害怕 我不知道神向你显现 你会不会害怕 我那一天晚上 我真的觉得 哇我的魂出窍了 整个人好像不在身体上一样 看到的都是荣耀 然后听到的声音 看到了像一幕电影一样 远在你的眼前 从那时候 我没有 几乎没有生过什么病 现在脚趾甲要开刀 脚趾他不太听话 等一下我 跟我先生说 我叫你阿嬷的时候 你要赶快拿椅子来 那摩西神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非常的好奇 他就去看 神出生了 说你不能过来 我是圣洁的 他是威延圣洁的 所以你必须脱鞋 第三章我们看到他们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的是 他是圣洁的 然后他交代摩西 他跟摩西说 他听见了 他不知道有没有听见你 你在不在乎 我很在乎 我常常跟神说 你到底听到我的祷告没有 我常常对神这样讲 我不跟人讲 我跟神说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祷告 那神进入我的 进入这个殿以后 当你被圣灵充满过以后 当你真的知道 进入属灵界 去呼救他 你痛苦 你知道用方言 不断不断的赞美他的时候 慢慢慢慢 你祷告到你 整个人心开了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 主啊你听见没有 那时候 神 他真的会对你说话 摩西呢 他第一次遇见 他很好奇 但是神向他显现了 是他的尊严 他的圣洁 然后他说 他宣告他自己 他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就是立约 守约师慈爱 我立了约 我必不回约 我们每一个人 都知道神是立约 我们也要跟神立约 你有没有跟神立过约 我跟神立过很多约 那我很怕他 我大概高中的时候 我就跟他立个约说 我不叫别人 我叫你给我选的人 结果立了这个约 他听到了 我以为他没听到 没想到他很在乎 然后等到 我现在要做生意的时候 我跟他立一个约 说我本来要当传道人 你现在叫他做生意 那我只好做生意 做生意呢 我跟你立一个约 我跟你立一个约 我先生不能吃第二滩 他真的没有吃过第二滩 什么叫第二滩 第二滩你们知道吗 台湾的谈话 讲台湾话 第二滩就是吃饱饭 又去的那个地方 就是第二滩 假如你要做生意 你敢跟神立这个约吗 你假如不吃第二滩 你很怕你失去生意吗 我跟神立这个约 我说我跟你立这个约 我那么年轻哦 我不怕上帝啊 应该就是按照圣经原则 跟他立约 到现在我可以证明 他真的没有吃过第二滩 他吃饱饭就回来了 他也没有持规 也没有晚规 也没有隔夜 也没有小三 不是老三 对不起啊 然后 神是守约师慈爱的 祂跟亚伯仁立了约 祂要来履行祂的约 那百姓呢 其实他们相传 一定就是这个约 是在百姓当中 百姓早就忘光了 但是摩西的父母没有忘 所以他们很大胆的把摩西留下来了 那时法老王是要杀男婴的 摩西下来 他生存下来了 也成了神挑选的人 神挑选他 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把这一群向他呼求的以色列百姓 领出拜偶像的埃及 埃及那时候非常的强盛 整个中亚几乎都要向他们进贡的 然后他们拜很多神 他们也不 以色列人不拜他们的神 但是呢生活习惯大概也都相容了 所以神呢 祂要把他们领出来 专门去敬拜祂 要把他们分别为圣 这个很重要哦 我们信耶稣的人 已经成为了分别为圣的 跟这世界不一样了 不能跟世人一样生活了 所以这趟来日本 很多人问我 你要去哪里玩啊 我说没有啊 我不知道啊 然后你要买什么给我 我不知道我要买什么 通通里面觉得自己 不是说去哪里玩就买什么 去哪里玩就什么样 只觉得说 我跟神就是立一个约 当初做生意就是立这个约 除了这个以外 我还跟神说 你要我们做生意 那我们若是赚了钱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跟我讲 我一定照做 我一听到你的声音 我绝不推辞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啊 我不觉得那个钱 可以增加我什么 因为我经历过 六岁一个大病 十三岁一个大车祸 三十几岁一个大险限 那个时候 对钱对我来讲 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神的同在 祂的介入我的人生 我看见祂的容面 胜过这一切 已经胜过 连婚姻也是 我的结婚 我常常跟我先生说 我跟你好像没谈恋爱 不知道恋爱的滋味是什么 祂说祂是信使的 祂也不会讲甜言蜜语 所以你没有恋爱的感觉 可是祂这一生 对婚姻 祂守这个婚姻的约 祂敬畏神 没有话讲了 人的这种欲望 罗门提克 都在神的国度里面 都是没有地位的 再来我们看到 摩西怎么样子 我是像讲故事一样的 跟你们讲 然后你们会想到 你们可以把自己想成 你今天你就是摩西 这样的神 这样的神 祂下来 祂也要临到你 祂要临到你 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可以影响很多人的 每次每次人家看到 我先生刘春茂 你弟弟刘春茂好出名 他很出名 可是我先生 他并不出名 但是他做的事情 很多都在隐藏的里面 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他改变了 而且他对待我 我这个盲撞的人 我还有时候一生气 我还用脚踢他 但是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我还是嫁给别人 一定被那个人打死 那是有可能 但是他能够容忍这样的人 一个婚姻 这个婚姻 也是要付很多代价 当然我也很爱他 因为神把爱 已经放在我的里面 力 对 神 他来到人的当中 他拣选了摩西 他拣选了摩西 他照样 你们那么年轻 我们这么老了 我都还感觉到 神的灵 一直在我们当中运行 还运行在我跟我先生当中 还在使用 我一直跟神说 我现在还不想去 为什么 因为我还要为我儿子祷告 我还要为我孙子祷告 我一直祷告他们 要分别为圣 要成为神的子民 要每天敬拜神 要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所以他 我们跟神立约是很重要的 神来了 来到了摩西的面前 他第一个宣告 就是他守约 施慈爱 然后 他叫摩西 要去把他的百姓领出来 不能在埃及 再受那些虐待 这是他的百姓 是祭司的国度 是圣洁的子民 这是每一个人 现在我们身上的身份 神随时随地要下来 介入我们的生命 摩西说 我是什么人啊 我哪有办法 我才打死一个埃及人 逃到这里 好不容易安身立命了四十年 八十岁了 我已经八十岁了 你叫我去跟他们讲 你这一位神 跟你阿伯拉罕立约 那他们问我你的名字怎么办 还有我凭什么呢 神马上给他全病 就是他手上 那个牧羊的杖 成为很大的全病 你们脚上 看出埃及记 你们发现摩西的杖 非常的 非常的可怕 那是神 赐给他的全病 他亲自向摩西说话 然后 又给他全病 然后又鼓励摩西 又告诉摩西 他的名字是 自由拥有 而且 I am what I am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是 我是 下面呢 我是 什么什么什么 所有的是 是从我来的 所有的世界 所有的一切人的意义 所有一切 我是 后来 因为 摩西传传传 然后 他们传承 他是 然后 到最后 以他们的 那边的原编成 耶和华 所以 这成为他的名字 他是这样子 来介绍他自己 然后 摩西呢 跟法老 在斗法 期间就有十灾 到最后 神不断地给 法老王 机会 要他们悔改 要 他也希望 他们悔改 甚至于那些 迦南人 他也都希望 他们悔改 可是他们 也都不愿意悔改 迦南人 是非常 为什么 人家会说 哎呀 那 旧业的神 很残忍 为什么这些人 要杀光 杀尽 因为他们的 那种 祭祀 还有他们的 行为 都非常的 污秽 非常的 没有 没有神 造人的形象了 现在的人 好像也 越来越这样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是 祭司的国度 是圣洁的子民 国民 神呢 要摩西 鼓励摩西 也给摩西全病 也叫摩西回去 告诉那些百姓 他是那一位立约的神 他听见了他们的爱好 百姓呢 也就信了 那摩西呢 也害怕 神就给他亚伦 他的哥哥 做他的口 这些你们通通知道了 我现在要最强调的就是 神 不断地向摩西显现 在那个十灾的里面 到最后 每灾每灾 神都对摩西说话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从神那里 直接了当地去说话 当年 当时也只有摩西跟亚伦 有这个权利 那些百姓都怕死啊 因为神是那么圣洁 那后来呢 我等一下会稍微讲到 祖卫书的救恩 在最后那一灾 神要百姓 那些妇女 把埃及的很多财物 全部都拿出来 然后 以摩西的杖的权柄 领他们出来埃及以后 来到了十九章 你们会看到 神呢 跟摩西说 祂用翅膀 把这些百姓这样带出来 是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 就是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子民 等于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的 要把这个民分别出来的 我们现在信耶稣的 是已经在耶稣的血里面 也完全被分别出来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非 我妈妈很有概念 我妈妈就跟我说 那个男生要不是基督徒 你不能跟他出去吃饭 也不能喝咖啡 喝茶都不可以 你只能在你寝室的那个 lobby跟他聊天 我说那 他假如要跟我交往 你要问他 你是不是基督徒 不是的话就叫他回去 我要上来练大学的时候 妈妈跟我交代得很清楚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那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被分别出来 被分别出来 神到最后不断的向摩西显现 直到摩西他在和列山 他不断的上去 神所立的那个圣山 他们十九节那里 他们来到了和列山 神对摩西说 他要把他的那些律律法则 要做他的子民 也没那么简单 因为他要不断的向 他的子 要亲自用云柱火柱 他们一出来 一出红海 神就用云柱火柱 还有用很多的神迹带领他们 一直到和列山 神要跟这些百姓 重新立约 要他们分别出来 不可以再拜假神 而且很多很多的行为 要按照神的法则 到最后 神跟摩西 要他找两个板子 来到他的面前 神用他的手 写下了十戒 因为他一上山 就四十天 那一些百姓呢 就以为摩西死在山上了 他们一看云柱火柱还在 他们想到反正耶和法还在 那摩西死掉 他们就要 以前都听摩西讲 后来他们就自己要 注一个金牛犊 那个 他的哥哥 也按照他的意思 按照这些百姓的意思 注了金牛犊 等摩西下山的时候 他看到这些百姓 是这样子的不听话 这样子是硬着景象 这是神对摩西说的 说他们是硬着景象的一群 然后呢 神是很刚烈的 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 神很刚烈 神要把他们全部杀了 然后呢就拣选摩西一家 拣选他的这一族人 摩西呢 开始就开始做 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代导者 那这一位中宝也就是预表 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在神面前的恳求 就是恳求神收回他的愤怒 恳求神收回他的愤怒 还有呢 恳求神不能够不理他的百姓 要与他的百姓同在 我们再看到啊 他还恳求神赦免 饶恕这一些拜偶像的罪 这三个恳求 就是主耶稣在神面前 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 他讲到 他把他的身体剥开给我们 然后以他的血跟神立约 来保护我们这一些信他的人 当年摩西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恳求 我恳求这一位发烈怒的神 神呢跟摩西交往到一个地步 他呢不断地听他的祷告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福分 可以跟神一步一步的交往 慢慢慢慢让神来听你的祷告 看你是朋友 我们当然要敬畏他 我们也不能把他当老哥 也不能把他当哥 但是呢他会看我们 视我们为友 我们跟他交往到最后 我们发现说 他好像也会在乎我们 他慢慢慢慢 摩西呢 他里面越来越敬畏神 他越来越知道神的性情 你们有没有越来越知道他的性情 我现在七十几岁了 我从五岁开始 祷告奉那个大罐的肉伤 被我妈妈打一顿以后 我就开始知道 上帝不能开玩笑了 也不能 有时候我会乱讲话 但是我会认罪 那我慢慢知道他的个性 也慢慢改掉 求神的能力在我里面 不断的改掉我的个性 摩西呢一样的 他也这样一步一步的跟着主 又上山去 在山下他也跟他们说话 他不断不断的 越来越知道他的性情 他知道到最后呢 到三十三章 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歌 然后在这首歌的里面 我们来体会到 神当年是怎样来 复辟摩西 因为摩西他胆子很大 他到最后他 会幕 他呢 开始在盖会幕 他把第二次 他第二次在上山去 为 为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代求 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求他赦免 而且要与他同在的时候 神应允了以后 他再上去 再把这些法板 这一些律法 刻好了以后 三十三章那里 这是我最喜欢的 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 他跟神说 你可不可以 让我看一下你的面啊 他胆子很大了 他想看神 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 你看到我 你就会死掉哦 神知道他里面的渴慕 他想要更认识他 他的个性也变了 慢慢慢慢 但是其实人的本性 也很难改的 那他跟神要求 他想见他一面 神说 你看到我的面 你会死 我用 你站在磐石上 然后我要经过的时候 我会把你放进 磐石的洞里面 那我会用我的手 来遮盖你 这些都预表着 我们主耶稣 要坐在我们身上的 所以我们信他的人 在他面前 那个权力何等的大 主耶稣他从神那里来 他完全认识神 他完全看见摩西 他看到的只是 神的背影 神跟他说 当我从你旁边走过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可以出来的时候 你才出来 那你就会看到我的背影 摩西就这样 他就很满足了 因为他经过的时候 那个荣光太大 恐怕摩西受不了 那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他把神全部都带下来 我们若亲近他 不断地亲近他 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神 我们会越来越知道他 我们里面的启示 里面的生命会更宽广 然后跟他的交往 在真言书那里讲到 得着他就是得着生命 得着依权底的良药 得着他就是得着生命 没有他就没有生命啊 没有生命了 在地上这样死了就死了 但是你得着他 但是你得着他 他的生命进来以后 那就是永恒啊 就永恒永远啊 我自己的父亲 所以他后来去打麻将 但是他也很信神了 他有一次他在乡下 他有一次有一个肝癌的 已经末期医生叫他回家去休养了 他到我家来 每次到他的诊所来的时候 他就会用谈话跟他说 先生 因为我爸爸他们都受日本教育的 然后他就说先生 我快要死了 我前面很黑啊 没有路啊 我爸爸就跟他说 主位书是道路啊 他说我都看不见光 主位书是光啊 主位书是真理啊 他就说我要信了 然后他就信了 他信了以后 他的肝癌就好了 那个时候我刚好带了一个步道团 在乡下那里 那是暑假 我带着孩子去 那个长老教会 去那里做暑假的那个福音工作 叫他们来念书 然后来听故事 然后给他们吃东西 我们就跟那个牧师 去他家除偶像 这个人就这样好了 整个病都好了 那我们得着他 他有时候 他就这样子忽然间来了 行 尤其现在是末世了 是他越来 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你可以经历到越来越多 你不要害怕 他不会再像以前这样 要杀人 因为主耶稣已经流了血了 他已经与我们立了约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安全的 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讲到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不要再惧怕了 来到施恩宝座前 那时候摩西哪有这个权利 他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我们可以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可以在他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可以得恩惠 蒙连续 当年神这样子向摩西显现 他已经告诉他 预表说 我不再发怒 我不再杀人了 因为有一位更美的约 要立在我们人的当中 来立这个更美的约的那一位 就是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那个时候就立 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表在那里 所以我们可以不要再害怕 来到他面前 我们奉耶稣的名 来到他面前 不用再害怕了 可以做各样的恳求 他那必施恩施怜悯 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来到他的面前 他要这样 我们来唱这一首歌 这一首歌是旧歌 里面的描写 描写摩西当年的经历 这不太好唱啊 我请他把调子降下来的 这调子蛮高的 而且我们的旧歌王 没关系啊 我们会唱的 因为这首歌是一个描述 它是老歌是旧歌 我记得有一个 那个 有一个美国长头发 那个叫什么天盖的 一个长头发白白那个 他用英文唱过这首歌 他说他的爸爸非常爱这首歌 他也很爱这首歌 我们一起来唱啊 我们先唱会唱的人 我们就大声唱 我们把自己进入 进入这个里面 最起碉的救助说 最起碉的救助说 是谁也说我主 最起碉的救助说我 我们一起唱会唱 好歌 我在他爱时之中 愿着礼拜 愿着礼拜 爱你 愿着我们 再看爱 愿着礼拜 无论 台湾 神异乡 无论 台湾 神异乡 了解 对清明明 祝祖师 耶稣王冲 祝祝我 心里 宠战 祝祝我 心里 宠战 祝祝我 和祈祷 祝我 千里和花 祝祝我 离两千山 摩生的世界 Wear我面前的孩子 refined 不舍在我身陛下命 不舍在我身陛下命 第三节 无限量的福气 无限量的福气 只可耻笑 从满真旁 也贪止热 我大大地和尚 为荣耀余生 使这良品 救助给我 那一场我魂 我们的魂何等可怕 我们的魂 我们的本性是何等可怕 我们的魂 为荣耀余生 不舍在我身陛下命 不舍在我身陛下命 第四节 不舍在我身陛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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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信耶稣就不能抽烟了 我说你怎么会抽烟啊 那你信耶稣你重抽 没关系啊 他说好啊 信耶稣还可以抽烟啊 我说可以啊 他接受了主耶稣 接受了以后 慢慢慢慢 他发现那个烟没味道了 他发现耶稣比烟还好 你慢慢你会尝到这个滋味 你会尝到这个滋味了 你会发现 你在公司里面 你是不是跟不上 跟不上你前面的那个职位 你会发现说 在这里 主耶稣叫你正死在这里 他用他的手复辟你 他不叫你犯罪 他叫你做圣洁的国民 你就在这个位置上 你忠心的 他与你同在 有一天 有一天 他还是会把你提拔出来 日子到的时候 他忽然就来了 他忽然就下来了 当你发现说 你心里面藏着一个东西 你偷偷的 不太高兴一个人 主耶稣说 没关系你先放着好了 突然间他来了 他发现 你发现 你自己发现 不好啊 这个不好啊 主耶稣啊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我奉耶稣的名 把这个东西 赶出我的里面 因为他 好像跟你合不来喔 他在我的里面 我的这个个性 好像跟你不太相容 我要他还是要你 你做一个选择 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你跟主说 主我要你啊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没有你啊 我这一生 纵使我活到一百岁 我还是要跟你面对面 我看到一千二组 你看我一千二组 我在今生今世 我保留这个东西 干什么呢 你不会缺我的 你不会欠我的 他没有欠过人 没有缺过一个人 当你爱他一分 他一定爱你十分 你为他舍弃了一个东西 他看见 他都看见了 他不会亏欠你 他不会亏欠你的 他很爱面子 因为他是荣耀的神啊 但我为他 把我的东西 给我姐姐 给我妹妹 给我弟弟 给我先生的兄弟姐妹 当我这样一直给出去的时候 有一天 我发现 我买的东西 我买的房地产 我这么糊涂 为什么都比别人便宜 而且涨的价 远远的超过 有一天我才发现 有一天我才发现说 然后神对我说 我不亏欠你的 我会缺乏 我不缺乏的 但我发现说 我先生 怎么涨地才0.1 别人都会开车 载他的老婆 我从家 我结婚我就要开始开车 上帝让我特别会开车 而且我开车载他的时候 我里面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喜乐 那个主的同在 而且每次都很安全 那这也是很奇妙的恩典 然后我又发现 他好像是色盲 可是我带他去植物园 看花的时候 我很爱他 我就跟他说 这什么颜色 配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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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神就在我们当中 这很奇妙 这样的爱情可以维持这么多年 那是主在里面 主的爱在里面 那很奇妙 你在日本 你是 但是我们是同样的 是同族类 同国 同民主 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异乡他地 我们的孤单 我们的拼搏 主看见 主看见 你呼求他 你呼求他 你像埃及人这样呼求他 你像我一样赖皮 他必不轻看 他必不轻看你 他会用他的手 遮盖你的软弱 你不要害怕他 你也不要害怕 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你好像放不掉 你也不要怕他 你跟他说放不掉 但是 你不要被定罪 没有人能定你的罪 主耶稣也不定你的罪 你只要跟他祷告 不要让这个东西 占掉你太久 因为他在你的门外 不断的敲门 不断的说 让我进来啊 那个东西 让我没位置坐 那你让他进来 你让他进来的时候 那个东西跑掉了 他进来的时候 你里面充满的荣光 他带来生命 带来喜乐 带来富足 他带来机会 他带来神迹 他下来了 他到你的身上 你的儿女有问题吗 你的儿女有问题吗 没有关系 你祷告神要行神迹 他给你耐心 祷告 给你耐心去祷告 给你能力去祷告 给你恩典 给你恩典去饶恕 给你恩典去爱 给你恩典去爱 那个爱的能力 从他那里来的 你可以重新享受 亲子的爱 夫妻的爱 你可以重新享受 做一个被造者的尊容 你的位置 你如今的财务状况怎么样 有什么关系呢 最贫穷的时候 主的同在那么浓厚 机会来的时候 机会来的时候 也是他认为你可以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面前 跟主说 我们请我们的毕业节 继续谈 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 那我再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长老 或是我先生也许他 有几句话可以讲 他以前很会讲道的 他很会讲道 他以前是正要团区的主席 那我相信他有很多 他经历了很多神迹 他真的经历很多神迹 神把我赐给他 实在是非常奇妙 非常奇妙 我不可能爱他的 但是当那个爱 经过我的祷告 这样临到我的时候 可以维持这么多年 我们父亲没有 没有炒过太阳下山过的 感谢主啊 我们把我剩下的时间 留给我先生啊 请他上来 请他上来 请你上来讲几句话 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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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